20多分钟直接平退的情况下 连班三局 所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每一局都是很关键的 比赛开始 再跟大家做个自有介绍 大家好我是泽远 大家好我是龙多多 大家好我是吉德 可以在爆发一血之后 进行扫码来领取肯德基 为大家提供的炸鸡优惠券 以及关注K上校 为大家带来的实时胜率分析 当然你可以打开肯德基APP 除了收看胜率之外 你还可以在这个前面 点上一个热乎乎的炸鸡全家桶 是 J.K.Love先在峡谷的河道 留下自己的一个印记 而此时也有个好消息 第一条龙的属性 对于IG来说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尤其是这种下半局 作展能力很强 中式他都是我们用 对 是非常喜欢的 又是一级学W 把你这个眼扫掉 IG要小心对方的上半部 有没有动作 主要还是上一把一级 被偷了一波 您这波很稳 他要起上半部 坦他选择起F6 BROXA这个位置就比较惨 他得自己起红BUFF 两边都是很愿意利用打野 就牺牲一些 然后让线上要过得好 因为没办法 这个版本就是 所有的胜利是要由线去支撑的 你没有线就没有赢的面 第一局第二局都是双方打野 没有自己的几方下路双人组去帮的 中路换了波血量 辛德拉是Rookie的个人非常喜欢选用的一个英雄 也是多次在IG的关键局当中 Rookie会拿到的英雄 而且在本次选用总结赛的小组才开始 辛德拉再一次成为了比较热门的选择 二级照例来下 BROXA这个体系其实已经被IG吃得比较透了 IG在早早下路有眼的情况下 没有给BROXA任何的机会 反而是这一波把Rookie的血量换得比较低 BROXA刚才应该是早早偷到了一瓶蓝屏 反而这波是用宝蓝的血量去换Rookie的血量 对于IG来说是很赚的 牛头可以慢慢回 而且我们有牛头被动 牛头的被动是可以恢复生命值的 但Fanetic在做的一件事情跟上一局一样 就是我下路就算这样的烈士换血都要推 而且这一局Rookie是带着TP 所以他更想要跟你这样子拿血量来做一个交换 其实对于Fanetic来说 他前期预读IG的战术还是独成功的 他两局其实都已经大概率的知道了 IG的棋手位置 对 就是双方我觉得在前期的选择上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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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